徐东战役分析 此次徐东阻击战 国共双方参战兵力之多 历时之长 战斗之惨烈 在解放战争史上军首屈一指 国军陆续参战的有两个兵团部 八个军第八、第九、第五、第七十、第七十四、第十二、第七十二军 华野方面陆续参战的 有两个兵团部 十个纵队 华野第一、第二、第三、第七、第十、第十一、第十二 中野十一纵 鲁中南纵队 华野组员集团在十二日至二十二日这十一天的战斗中 只让国军二兵团、十三兵团前进了不到二十三公里 双方战术分析 徐东战役国共双方同时使出正确的一招 重兵迂回攀堂 国军两万余人的七十四军和共军六万余人的苏北兵团 火星撞地球 双方打出了一场漂亮的遭遇战 国军提出者是第二兵团参谋长李汉平 后被邱清泉所接受 共军提出者是宿裕 11月14日晚 宿裕赶到土山镇火神庙召开军事会议 做出了三项重大调整决定 第三条为为国卿 吉洛基彭飞率领苏北兵团 从徐州东南的潘唐迂回到蒋军 国军东进兵团侧后 割裂其与徐州的联系 协同担任正面阻击的十七十一纵 何为东进兵团 事实上如果有一方没有迂回攀唐方向 势必带来和承受不利的后果 以下是国共双方具体的战术优缺点分析 1.共军分析 1.共军指挥问题 肃裕维坚丘离两个兵团战略没有达成 共军将领中肃裕指挥能力是最优秀的 他外表儒雅 但是比共军彭德怀 徐世友等汉将更大胆 更加敢于不顾自身损失去赢得战役胜利 之前1946年的肃北战役 肃裕就对当时第二纵队司令员 韦国卿说了狠话 甚至是怒斥 谁不执行命令 就地枪决 韦国卿认为 肃裕的作战方式过于冒险 导致部队伤亡较大 这也是毛重用他的原因 但这次肃裕胃口太大 不仅仅是维歼第七兵团 而且要歼灭第二 第十三兵团毛支持这个计划 导致华野伤亡很大 尽管部队靠各种地方部队 民兵解放战士是越打越多 最后华野的徐东阻击战 也没有全部完成 肃裕最初的作战构想 没有实现江秋 礼兵团诱入包围圈 进行围歼的计划 因而最后结果是 肃裕目标达成部分成功 如果硬要包抄秋礼兵团 包抄的苏北兵团自身的安全 也是个问题 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 如果不顾战场上的实际变化 用一个作战计划为标识 去衡量一场战役的得失是不可取的 而不顾战场变化 把作战计划当作一个不能改变的东西去执行 更是可怕的事情 那是有可能导致失败的 徐东战役后期 共军总前委能够根据战场变化 向毛和中央军委提出切合实际的建议 是非常及时的 而毛和中央军委能够根据战场变化被迫的 但是是及时做出调整 能够听取前线指挥人员的意见 赋予他们临时处置一切的权利 最后攀堂的国军 尤其是第74军的表现 挡住了华野苏北兵团的进攻 素玉也就不得不接受了这个建议 二 共军指挥问题 素玉错误使用华野战斗力最强的一众在瑶湾攻坚 淮海战役开始时 拥有三万一千余人的华野九重部队 从新安镇出发狂追国军63军 九日已追击到瑶湾 并包围了瑶湾第63军主力 此时已经是黄百涛第七兵团 唯一一个留在运河东边的军 九重追上去攻打了一阵 素玉感到局面太复杂 必须抓大放小 命令四重 六重 八重 九重这四个重队 全都吸渡运河去追击黄百涛第七兵团 63军留给后面的一众去打 一众部队经过极尽行军到达瑶湾后 九重按照上级命令 将阵地移交一众后 迅速渡过运河 前往新的战场执行新的战斗任务 对于华野一众来说 其实歼灭六三军是一次不小的考验 在华野诸多部队战斗序列里面 一众是擅长追击战的 华野一众前身为新四军所部 一众后来在纵队司令叶飞带领下 连续参加了速北战役 孟良固战役 每次负担的作战任务均不是攻坚作战 而是快速穿插 素玉在实力强大的一众包围住六十三军后 可以移交给正在从北面赶来的苏北兵团来歼灭 而让一众继续追击迂回徐州国军南翼 现在让一众去摇湾攻坚歼灭六十三军 去进行激烈的巷战 失去了宝贵的时间 伤亡四千人实在是不值得 至少强大的一众比苏北兵团的几个二流纵队 更加适合快速大范围穿插 三 共军指挥问题 素玉对苏北兵团的使用存在问题 首先开战前部署问题 唯国卿的苏北兵团指挥的四个纵队 二纵战前有两万六千四百零五人 鲁中南纵队一万四千零四十五人 中十一纵有一万五千六百五十九人 十二纵有一万三千零八十六人 全兵团人数应该超过六点九万 素玉开始时候将苏北兵团 配置最东面山东以水及以东地区 只能威胁海州和龙海路最东段 对战场影响较小 有人认为为国卿和素玉有矛盾 这个应该没有关系 淮海战一开始后 苏北兵团除了歼灭王红九的保安旅 夺取了海州 一直在集行军 以十二纵为例 根据十二纵司令员谢振华回忆 八日上午 我接到华野司令部的命令 率十二纵以迅猛动作提前越过龙海路 向虽宁与徐州之间的大王级 双钩阵方向坚程极近 迂回追赌逃敌 十二纵经过连续三天追击 途中冒着敌机的轰炸和扫射 不顾严寒 先后渡过了一河 树河 运河和黄河故道 于十一日夜间进至宿县西北地区 我不又于十二日凌晨出发 直驱大王级 双钩阵 房村一线 中午时分 雨从虽宁往徐州撤逃的嫡孙良城部遭遇 这时部队不顾疲劳 又克服缺粮的困难 果断歼灭敌人 后来二纵赶了上来 我纵奉命把残敌交给二纵来收拾 我纵则马不停蹄进击双钩阵朝阳急 当华野主力和山东兵团正在艰苦作战时 苏北兵团在长距离行军大范围迂回 之后总算追赏并歼灭了孙良城的杂牌军 107军军部和260师第261师逃出 素玉如果调出其中两个纵队到山东兵团 跟随在第10纵队后面前进 或直接从东北方向威胁徐州 效果会更好 后来当苏北兵团包抄东原国军侧翼的时候 北面并没有共军主力侧应 不能实行南北对劲 大胆实施穿插迂回 割裂围坚对手 是共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传统战法 屡屡取得很好的战果 但执行这一艰巨任务的部队 大多是战斗力强悍 战斗意志顽强的主力部队 苏北兵团领受迂回攀唐任务时 虽说人数不算少 但这四个纵队在华野皆属弱屡 战斗力有限 素玉决定使用较弱的苏北兵团 实在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为什么素玉不得不使用弱屡来执行穿插任务呢 其中有自己的主观原因 因为11月14日晚他做出迂回包抄国军东元兵团决策时 华野攻防兼备 战斗力最强最擅长运动战的一纵 刚完成歼灭63军的任务 有相当的战损 而且才渡过运河不久 据预定战场距离过远 战斗力仅次于一纵的4、6、8、9、13纵 正在围艰黄百套兵团 进展相当不顺 从中抽取任何一个纵队长途奔袭攀躺都是不现实的 进攻能力颇强的三纵以及弱小的两广纵队 位于徐州西南方向 正接受中野指挥 执行前置徐州守军的任务 即便立刻命骑赶往徐州东南的攀躺 也还尚需时日 在徐东组员的10、7、11纵 正承受着东晋兵团的巨大压力 如其完成阻击任务困难不少 无力再分兵执行迂回任务 综上所述 素玉当时能赋予迂回任务的部队 就只有这个战斗力不强的苏北兵团了 还有一点是素玉一向胆子过大 这次又过于冒险 如果攻占徐州机场还是可行的 但胃口大到围艰丘里兵团实在是不切实际 14日晚 东进兵团最靠东的部队 距徐州城也不过十公里左右 其与徐州守军之间 顶多只有一条窄窄的缝隙 因为华野在不老河北岸 并无野战主力纵队 无法与苏北兵团南北对劲 因此苏北兵团即便迂回包抄成功 要割裂第二 十三兵团与徐州的联系 形成对徐州国军和秋里兵团东西 两条各为二十公里长的战线 狭小地域以六万余华野二流部队 首先是难以全部进入歇入地域展开 当国军发现苏北兵团歇入后 即便不算上第七十四军 徐州方面仍可动用孙元良第十六兵团的 四十一、四十七军 以及徐州角总总预备对第七十二军向东解围 而东兵进兵团的第八、第九、第五、第七十军 在以一部与华野组员部队对峙的同时 主力可立即掉头向西南攻击 在阻击的华野十纵、七纵、十一纵 此时受损严重 不具备进攻能力 在这种情形下 苏北兵团恐怕自身难保 因此苏北兵团打下徐州机场 切断徐州空中补给是最好的选择 而不是去包抄秋里兵团 四、共军组员部队防守战术得当 徐州以东地区地形开阔 除少数秋林小山 基本无险可守 华野这三个纵队装备不是很强 要挡住国军的进攻是非常困难的 华野记载十纵的防御 在战前准备时 大家充分估计到敌强我弱的现实 提出有重点的防御 把有限的兵力和火力集中在几个核心攻势 切记单线阵地和无重点的配备 防御阵地要有纵深 使敌军突破一层 又受到后面部队的顽强阻击 要掌握机动部队实行运动防御 不断出击 将失去的阵地夺回来 将敌军死死拖住 石纵与武军是老对手 玉东战役在桃林港 石纵就曾阻击武军东进 这次冤家陆寨 石纵部分是抗击里弥兵团的进攻 石纵也有对付武军的办法 敌军炮火准备的时候 二营都藏在战壕里 地堡里不留人 当敌步兵前进到离我军阵地200米时 炮火停止 二营战士迅速起身修筑攻势 当敌军渡河接近二营阵地时 战士们从两个侧面 以猛烈火力封锁敌军前进路线 敌军伤亡很大 狼狈溃退 华野七纵司令员成军回忆中 记载自己纵队的防守战术 我纵各部队认真研究改进战术 在战术指导上 以具有较强弹性的阵地为依托 组织短促而绵密的火力 适时进行不同规模的反击 以达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巩固阵地的目的 不轻易砌守每一个阵地 必须经过反复争夺 给敌以大量杀伤消耗后 再转移到新阵地 在阵地编程上 纵队合施都有两线 团、银也都构成有重点 有纵深的防御体系 为了减少敌炮兵、飞机轰击的损害 主要阵地 特别是那些主要村落阵地 一般在距村落100至200米处 构成品字形、稻品字形或梅花形的支撑点 各点之间以交通豪连接 每点既能独立防守 又能互相支援 同时在村沿和村落内部 也设置必要的坚守支撑点 在公式构筑上 少住目标明显的地堡 多住单人掩体和交通豪散冰坑 并加强阻敌坦克和步兵的副防御设置 在兵力配备和使用上 重视控制强有力的两梯队或预备队 以便适时对敌进行反击 强调组织排 连迎分队进行阵地前洽反冲击 在实施反击时 各级仍要保留预备队 以对付敌人的再次攻击 在火力组织和使用上 强调组织交叉火力和侧防火力 要求开火突然短促集中猛烈 以小的消耗收到大的尖敌效果 我纵各部就是运用这些战术 结合强有力的战场政治工作 顽强地进行了为时十天的徐东阻击战 正如华野时纵宋十轮在电报中说的 年装决战的胜利是与我七、十、十一 纵阻击得力分不开的 功劳应有我们的一半 这个观点完全应该值得认可 徐东战役国军拥有战车和空军 火力上的较大优势 华野阻击部队依托仓促构筑的野战攻势 让对手在十一天时间里 仅前进了二十三余公里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二国军分析 一、国军指挥的问题 刘志耽误了第七十四军的使用 刘志没有大陆说的那么平庸 但是也有判断和指挥失误 除了延误黄百涛第七兵团的撤退 过早撤走李弥第十三兵团 徐东战役中重要的失误 是耽搁了邱伟达的第七十四军的使用 当杜玉明11月11日一时飞抵徐州时 刘志和他的参谋长李树正居然至南京的命令于不顾 没有做出救援黄百涛的安排 因为他们根据各部队上报的当面情况 判断华野 中野的主要目标是攻占徐州 在11月11日上午召开的徐州脚总作战会议上 杜玉明提出了两套作战方案 那个先向西击破中野 再回师向东解救黄百涛兵团的方案 因为太不切实际 因而遭到众人一致反对 最后商量的结果 刘志同意派邱清泉 李弥兵团救援黄百涛 但考虑到徐州防守兵力薄弱 万一有失无法交代 因此他强行扣下 隶属于邱清泉第二兵团的七十四军 配置在徐州西北的九里山 事实是华野三纵2.7万余人 广纵5500人 只是虚张声势阳攻徐州 实际并未实质性的威胁 导致主力部队七十四军 两万余人 直到11月15日 才投入使用到 徐州东南的攀唐方向 闲置了四天 此时第二兵团 第十三兵团四个军 在尖南推进 原旧第七兵团 如果提早投入到攀唐迂回 足够能威胁华野 三个阻击纵队的侧后 而且事实上 速线撤来的 第十六兵团两个军 2.7万余人 加上徐州绞总直辖的 总预备对七十二军 徐州直属部队 足够对付西方 西北方的威胁 2.国军战车使用问题 共军对秋兵团 第五军的不坦协同水平 相对评价较高 华野石纵报告 敌进行攻击时 善于集中其炮火与兵力 多采取宽大正面的 而有重点的攻击 在主攻方向 集中炮火轰击一点 集中坦克与步兵攻击一点 突破一点巩固一点 再行伸展 在攻击队形上 采取前接头的三角队形 并有纵深的配备 在战术上 善于寻我侧背或接合步 实行迂回攻击 如正面攻击 不力时急救地停止 进行禁破作业 盼致我一侧薄弱时 即以一步实行 大胆的一侧攻击 待一侧成功后 正面急行攻击 国军在第一阶段 救援黄百涛第七兵团的 徐东攻击战中 投入包括整个战车一团 装甲炮团 脚总直属装甲汽车营在内的 1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 这是内战史上 最大的一次坦克进攻战 但是单个国军部队 进攻时战车使用太少 如11月12日 第八军42师出动两个团的兵力 仅配以6辆战车开道 向四山口发起攻击 根据现有资料 国军战车投入最多一次 应该是11月13日 第200师配属23辆坦克 向大庙 瑶庄 马庄发起攻击 受到实纵28师82团的顽强阻击 就是之前提到的 几乎被全灭的82团 尽管共军评价高 但国军东元的两个兵团 进展缓慢 和美军战车使用比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战车火力太弱 国军装甲兵 是美军培训和影响 战车部队的使用上 自然向美军靠拢 也就是将战车定义为 支援步兵作战的角色 但是美军使用的是 至少装备了75毫米 口径火炮的M4中型战车 来支援步兵 使用榴弹对付攻势 杀伤人员威力是合格的 而战车一团装备的 M3A3轻型战车 火炮口径只有37毫米 对人员的杀伤力有限 第二个是数量太少 美军单单一个步兵师 就编制有一个坦克营 70多辆坦克 足够分散出去 支援三个步兵团进行作战 可国军在龙海线两侧的四个军 其中一线八个师 只有百余辆战车 装甲车与之协同 数量上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国军在战术上选择了非常保守的四个军一线平推 在与华野组员各部的竹村争夺中 没有大规模集中使用至少50辆战车部队于某一点 突破后向华野防御纵深发展 导致即使有战车也没有发挥较大作用 没有能突破共军的三条阻拦防线 三 国军空军支援 尽管国军空军和地面部队配合存在一定问题 但是空军还是有效地支援了地面进攻 造成共军较大伤亡 根据国民政府中央日报1948年11月17日发表的一篇标题为 出击空军报告的报道 可以看到国军空军参战情况 据昨日11月16日第一批出击的空军返航报告 徐州东线匪军的攻势完全被粉碎 正向台尔庄以北八一级以南溃退 蒋伟国指挥的战车迟至碾庄以北 丘兵团与黄兵团连成一片巷匪猛攻 空军在这个战役中表现最为出色 四个大队的大部分力量集中于某地 其中包括B-24重轰炸机 文士轰炸驱逐两用机 P-51驱逐机 平均每天出动一百数十架 王副总司令空军副司令王淑明 原在北平负责指挥 新夜赶至此地 亲自调度 又从各军区调来一部分参谋人员 参与计划 于是由空军执行的大规模殲灭战得以展开 当黄兵团与丘兵团尚未会师的时候 空军使用一种橄榄型的特制炸弹 杀伤力既大 燃烧力也极强 且爆炸声音巨大 有如山崩地裂 凡炸众之地 集成一片火海 匪军无法溃逃 四十年后发现了当时的这种美制炸弹 1988年11月20日 铜山县张吉乡农民在挖河清淤时 挖到美制250公斤炸弹 由此可以断定这枚航弹 就是当年国军空军在徐东阻击战中投下的 宋石轮上将听到挖到美制炸弹 勾起了当年的伤心往事 他打电话给总参 反反复复念叨着 给老子拆碎他 给老子拆碎他 当时正是在徐东阻击国军的华野实送司令员 这种重磅航弹当时造成多少华野将士大量伤亡 可见国军空军的有效支援 四国军杂牌军稳定军心投入作战 对于徐州东南战线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16日下午 潘唐遭遇战第74军暂时挡住了苏北兵团的猛攻 不过邱清泉还是担心第74军2万人顶不住苏北兵团6万多人的进攻 于是他命令第70军军长高级人立即停止进攻 锁部第32、第96两个主力师抽下来转用于南面 应该说国军此次持援 速度是罕见的快 在三个小时内 第32师师长龚石英率部赶到了徐州东南方向的狱急占领阵地 龚石英命令第96团高玉民部占领玉籍前方几个村庄 第95团刘绍帮部占领石牌以西几个村庄 师部和第94团滑心全部在石牌附近 并令第96团即刻派一个连在文庙购筑攻势 防止滑野钻戏而入 威胁师部左侧碑 刚部数完 正巧元西北军孙良成第107军军部和260师投降后 第261师师长孙玉田带着约一排人逃到狱急 龚石英立即制止他后退 令他在附近收容部队 第261师看到中央军来了 部队军心能稳住了 参加了国军抵御对华野苏北兵团的进攻 守住了防线 原东北军第12军112师也加入了战斗 黄昏前邓军林的第96师赶到 事业激战通宵 第112师与亦凡方面战况尤为激烈 几度曾发展为竹屋争夺战 当时这两个杂牌师加在一起 有大致有一万三千余人 在中央军的支持和影响下 军心稳定没有溃散 积极投入作战 潘唐遭遇战开始时 是全靠74军在抵挡 但74军毕竟只有两万余人 后期靠这两个杂牌部队 以及赶来增援的第七师军两个师 对国军抵挡住共军苏北兵团的进攻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因此在徐州东南方方向战线国军能够稳住 感谢练买的答案